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湾地区由于受到偏南风 再加上午后热地作用的影响 因此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还有北部地区跟东部的山区 都有大雨发生 其中南投地区更有豪雨发生 至于温度来讲的话 今天最高温是在屏东山地门 有高达37度 未来天气将会如何的演变 随着太平洋高压明天逐渐增强 明天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午后短暂雷震雨 中南部的地区在清晨的时候 亦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不过雨势来讲的话会慢慢的减小 到了周五到周日的时候 雨势会更加的受到太平洋势力的压制 所以会更小一些 周一到周二来讲的话 由于南海的南方水气带来比较多的降雨的机会 所以台湾附近下雨的几率又比较增加 周三来讲的话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 水气普遍来讲的话又会再减少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高温仍然是各地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那其中呢中南部地区仍然有 还有花东地区仍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那我们看一下明天要特别注意就午后来震雨 尤其是山区的地方 那21号到23号来讲的话 高压比较强 所以都是高温而炎热 那周五之前呢 金马地区要特别留意 低云或局部误 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处提供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